刚刚讲到国秀老师 其实国秀老师对两位影响也很大 我们刚刚其实一开始说 有京剧的养分是常规祥老师 国秀老师也给你们很多的指导 对不对 对 国秀老师呢 他比较早认识国秀老师 可是他都很不情愿地说 老师认识你之后 就都找你去演戏都不找我 是错 对 老师那时候我还记得是 我第一次去街屏风的时候 是办理长城 这样 应该是05年吧 可能没有记错的话是05年 然后去排练的前一天 我刚好要终结上一场演出的 京剧演出的最后一场 前一天 结果那天演完之后我受伤了 我左手脱臼 左手肘关节脱臼 我就心想 我马上去接另外一个戏 结果而且我还蛮期待去屏风的这样 马上要接另外一个戏 结果手受伤了我就去了 去了之后就遇到那个时候的执行长 就是林家峰 峰哥跟国秀老师 他们俩就在排练场门口就问我说 那你这样怎么办 你能不能演啊 然后我就说 好像国秀老师了 我就说这个老师大概两个月演嘛 对不对 我这个大概一个半月就好了 然后半个月附近我可以 他说这样啊 那要是那个 那你应该好不了怎么办 我们已经排了 那我就 我就后来就讲了很多种可能 我就跟老师说 老师 我这么说吧 如果你不介意的话 如果好不了 我看了一架带子 就是我看了我演出的戏份 的那个角色 我一只手都可以把它演完 然后老师就 我说 这样啊 好吧 那就排戏吧 就走了 然后我就去排戏 我就挂着一只手就开始排戏这样 结果一个半月之后呢 果然美好 开戏之后果然美好 结果我就是一只手大概演了 三十场里面 我大概演了五场到六场 到嘉宜的时候好 真的就是一只手 对 演出这个部分 演出这个部分 但确实也还那个 国秀老师也还算喜欢这样 对 然后后来就每一基本上都有了 就是《惊喜喜喜事录》啊 然后再一次的办理长城 还带我们去《莎姆雷特》啊什么的 就是对我跟国秀老师一起合作 这样 害我好羡慕 好羡慕 一直到现在都很嫉妒这样 对啊 然后老师给我最多的影响 应该是如何当个好团长 这样 因为不又做的剧名 其实是他送的嘛 这样子 有一天我们从台南回来 就是因为我去那里 人生地不熟的嘛 做剧团这件事情也是啊 对啊 就是人生地不熟 然后老师都会带着我 去吃饭啊 或者是就到处去吃饭 或者是去载我去哪里 就是跟他的车一起这样 然后他都会 有一天在路上他就说 从台南开回去 他就说 你那个以后要做什么 你刚推我 你以后想要做什么 我说 其实我有个梦想 我不敢讲 他说你讲吧 讲吧 我就 我说我梦想是那个 他讲话跟国秀老师 真的很像 我就说 我想要弄一个 我想要有一个自营运 可以自营运的剧团 这样不靠补助 可以自营运的剧团 那个时候我还没听他说什么 那个 我还没有听过 他说他的三个目标 一个专制剧场 两千人 那个还没有 我说我想要一个 一个自营运的剧团 这样 他说那你就去做啊 很好啊 我说可是会有个困扰 我说什么困扰 我说 我不知道剧团 要叫什么名字 我说我不想叫什么什么剧团 很熟悉 然后我不想叫什么房 对不对 工作房也有人用了 什么波兰瓦瑟也有人用了 然后你们那个什么班 也有人用了这样 然后老师就这样 那我送你个名字 他就沉默了一下 他说那我送你个名字好了 我说什么 他才很好笑 他是送我牌幽座 他说我当初想要送给刘德凯 可是刘德凯好像也没去登记 不如你去登记好了 我说好 叫什么牌幽座把它写下来 回去之后就算了笔画 早上算了笔画 牌是实话 都算好 这名字太好了这样 算完之后我就想 等一下 那个时候Google网路还刚开始 就是播接那时候 我想我搜一下好了 搞不好有这个名字 怎么办 万一有人用过就会查出来 Google 它是日本五大剧 第五大剧团 结果上次见到老师的时候 我就说老师你怎么送我一个 日本五大 你怎么送一个有的名字呢 他说没关系 人家那是日文 你这中文不要紧 那我就不行 老师看好开 可是笔画已经算完了 牌就是实话 那我们想那换一个字 我们就开始找各种实话的字 然后我就咨询了 那个时候的团员们 我就说 要不然以后这团员 不知道还会怎么样 要不然纪念一下创办人 因为我来自知好 他们说好啊 没有意见这样 然后后来就叫博悠座了 这样 就是因为是这样 这两 所以你在创作上面 你也会问 常贵祥老师 你也会问李国修老师吗 会 问完之后 看先遇到谁吧 问完常老师之后 常会跟我讲一个版本 然后就好像不错 可他介意的点 告诉我是什么 然后譬如说 我曾经有个构思 就是讲 最后结局是一个男人挂 为了一个女人回到人间 最后才发现 原来是他的太太 杀他 那个是他的那个女人 就对了 然后结论是 就是留下一个学营的结局 到底这个女人是要自杀 还是要杀这个男子 总之结论就是都是死人 就对了 我就问了常老师 常老师就说 这个好像不太好 我说为什么 他说这个故事很有趣 可是到最后 没有讲一个良善的事情 好像这个艺术 还是应该 戏剧 应该还是要有宣扬 传达这样子的 后来我就很困扰 然后这个故事 我觉得最厉害的 就那结局 结果翻转就在结局 就是重点是结局翻转 结果你不喜欢 那我就写不下去 后来我就用国秀老师 国秀老师说 他说你先不要管 你这到处是谁杀谁 谁死谁 或者是怎么样 他说我们现在不在 以前那个年代 我以前演女儿 的时候有观众跑进来 有就是警察跑进来说 你们在干什么 因为我们里面有共产党的 那个桥段这样 他说现在已经不是 那个年代了 你要想清楚是你要做什么 最后都死了又怎样 就是行事什么 不是重点 然后你要讲什么才是重点 对 然后后来我就 国秀老师讲完之后 我觉得也对 好吧 那我就知道 我心里就想 曹老师我这是话剧 那这个我就不听你的 就是我自己会在他们两个人 给的建议之中 做一个权衡 然后融合这样 这个学生真的好聪明 自己轮会贯通 对啊 如果是我应该还被 还要深陷其中吧 但我觉得这两个老师 都有一个很有趣的地方 就是虽然一个是传统戏曲表演 一个是现代剧场 可是国秀老师 这个现代剧场的部分 其实他有很多的 应该说 他的情意跟手法上面 其实有很多是被传统戏曲的这个经剧的部分影响 尤其是跟人的关系 对 然后那常老师呢 其实又很有趣的 就是他接触很多电影啦 或是有别于经剧传统工作方式的 其他类型的表演 所以他对我们很多的请教上面都是 去做先去试吧 挺好玩的 对就这么干 你别想太多 哎呀那又不是经剧 他他反而会希望我们跳出那个框架 对很行 常老师很行 这六个字其实道着念正着念 就是你都可以解释 师父师道着念就是师父士嘛 对 然后但是不是取道的这个音 而是我认为师父他是副师 更像父亲这样 然后士就是他们的士曲这样